大家好我是东南青 瑞士伦终于打完了 我们也是终于拿到了足够多的数据 跟去年一样 我们会先通过之前的比赛数据 来分析世界赛的版本环境 然后再根据每个队伍的表现 和选手的排位记录 进而预测八强战四场BO5的胜负跟比分 那么跟之前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每条路的英雄选取情况 首先是上路 由于TP的回调跟战士装备的增强 这个版本上路的比重相当高 所以比起去年世界赛 上路的英雄选取 基本都是前期能打架的英雄 只要是坦克登场 胜率都不用乐观 比如奥恩选出来四把只赢了一把 赢的那把还是京东打BDS的虐菜局 而就是这把虐菜局 京东都一度陷入劣势 其中上路奥恩的选捷可以是难辞其咎 然后是上路波比 选出来的两把都输了 而奎桑提是这个版本唯一能出的坦克 也是因为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坦克 它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化身战士 切入敌方后排 并且单人线上也有着 不俗的单挑能力和生存能力 而就算是这样 奎桑提在半选率最高的情况下 胜率也仅有40%左右 那么哪些英雄胜率比较高呢 大家可能一眼就能看到 胜率高达71.4%的兰博 兰博这个英雄的登场率 是在瑞士伦的后半城才慢慢起来的 那么这个英雄到底强在哪呢 那当然是他团战爆炸的AOE伤害 与之71.4的高额胜率相对的 是其高达656.4的分均伤害 这个版本非常需要上单 去撑起前期的伤害 为什么 首先相较于去年的世界赛 ADC的神话装备被大改了 ADC现在神话装 普遍需要第二件才能做出来 而现在ADC一件套的伤害能力 是远逊于去年世界赛期间的 其次是去年中单位上刺客当道 往往一件套就有足够的战斗力 而今年中路普遍以AP大合为主 需要两三件套才能有足够的伤害能力 再加上去年野区还有南枪佛耶哥这类肉食打野的选择 而今年野区基本上就是清一色的功能型打野 所以前期团战的伤害就非常需要上单去支撑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 上单位在这个世界赛的比重会越来越大 并且队伍前期在上路投入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 原因就在于我之前说的 其他位置的伤害支撑不了前期团战 上单位必须扛起前期团战中队伍的伤害能力 所以我认为在淘汰赛中 兰博会成为绝对的争夺焦点 其次则是鳄鱼跟剑魔这两个一剑套团战能力 就非常出众的英雄同样会成为热门 再然后是武器跟纳尔这两个比较特殊的英雄 武器在敌方阵容偏向单核的时候是完美的counter之选 而纳尔则是配合黄子发条之类团控技能 打控制链的最佳选择 而奎桑提奥恩波比这几个坦克英雄 我认为不会频繁出现在淘汰赛的舞台上 可能奎桑提能在某些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强行出 但是我不认为奎桑提在淘汰赛能有多好的表现 说完上路我们再来说说打野位 首先正如之前所言 如果说去年打野位上南枪这类野和英雄还能有一席之地的话 那么今年的打野位就只剩下了功能性打野 其中佼佼者当属黄子 黄子不但两击开始就能发动进攻 更是能在中后期跟当前版本大热的发条 尼口兰博等英雄打出团战配合 可以说毫无疑问是当前世界赛的打野一哥 而登场率第二的威则应该是作为黄子的替代品出场的 他前期的进攻能力和中期的团战能力 基本都是黄子的下位替代 但是其胜率确实低的令人发指 连30%都不到 细看威登场的14把比赛就可以看出 正是由于这个版本狭落组合和卡列组合当道 其中狭的大招可以反制威的大招 而卡列斯塔的大招同样可以防止威去缩辅助 并且列纳塔的大招和复活 也是威这种进场英雄的克星 更别说到了瑞士伦后期 另一个冒头的下路顶级组合赛纳塔姆 同样是威的天敌 所以这个版本能反制威的下路组合太多了 故而我不认为淘汰赛威能有任何的出场率 哪怕登场表现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然后是打野位上登场率第三的大树 大树的胜率看起来一般 但是这是有原因的 大树一共登场13把 其中输了7把 而刚刚好 中单位杰斯在瑞士伦一共登场8局游戏 其中只赢了一把 输了7把 虽然这7把并不是完全重叠的 但是问题已经不言而喻了 大树杰斯体系严重拉低了大树的胜率 大树不是版本陷阱 大树杰斯才是 当然大树还是有着塞拉斯这样一个天敌的 所以大多数时候最好能在敌方已经锁下中单的情况下 后手出这样比较保险 紧跟大树之后的则是世界赛登场率第四的打野猪妹 猪妹的作用很简单 纵观猪妹登场的12把游戏 几乎都是跟着上路武器跟上路鳄鱼一起选出来的 主打上野配合 之前上路分析的时候就说过 上路的比重在这次世界赛非常的高 而猪妹选择出来基本就是要上路2打2 并且争夺先分的 那么如果说猪妹选出来主打的是上野 那么瞎子这个英雄选出来基本就是主打中野了 纵观瞎子在瑞士伦登场的11把游戏 中路基本上都是星德拉 狐狸 赛拉斯 妖姬 妮口 这类前期有控制 一件套能打架的中路英雄 但是各位明显可以看到 瞎子的胜率不如主美 这就意味着这次世界赛主打中野不如主打上野 中路还是应该以AP大核为主 这也是皇子这个英雄在本次世界赛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为皇子前期可以利用自己的打架能力去打上野 中后期又可以摇身一变利用自己的打团能力去配合中路发育起来的法核 去打中后期团战 好的剩下的登场率低的打野其实没有多聊的必要了 他们基本上都是上述这几个英雄的不完全替代品 其中只有破败王这个英雄需要重点说一下 破败王目前三胜一赴 但是其实这三胜都是来自于KT战队的卡子一个人打出来的 并且三把面对的都是皇子这个英雄 很显然破败王就是卡子选手在面对皇子这个打野一哥时的独门解法 这一点是否会被别的战队学习 或者说是否会在KT对阵京东的比赛当中引用我们不得而知 说完打野我们再来说说中路 今年的中路毫无疑问是最有AP之魂的一次 领先中路位的是两大法盒 发条跟沙皇 这两个东西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这两个东西在淘汰在毫无疑问还会是双方对局的增强点 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更应该看看除了这两个法盒之外 中路还剩什么选择 我们首先来说说新德拉这一个法盒替代品 新德拉登场10把但是仅仅赢了两场 并且新德拉基本上都是欧美队伍在选 LPR跟LCK这边只有牙膏选过一把并且还输了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英雄能在淘汰赛上有任何的登场空间 你要知道就连showmaker在本次世界赛的生死局都没有考虑过拿新德拉 那么新德拉的境况可想而知 与新德拉的惨淡表现不同 尼口跟塞拉斯在瑞士伦的后半城收获了相当耀眼的胜率 本次世界赛双C的选角普遍缺乏位移 所以就显得尼口在中后期的二闪的威胁非常之大 而塞拉斯则更多的时候是一个counter的选择 这个世界赛大数牛头和鹿的登场率都非常高 而塞拉斯则一般就是在敌方选出三者棋一之后后手选定的 总的来说 本次世界赛中路的选择核心就一句话 那就是打团 其中发条跟沙皇这两个既可以打输出 又可以打团控的自然是最佳选择 而尼口阿里这种只能打控制的就成为了下位之选 包括塞拉斯在偷了大树、洛和牛头大招之后 他本质上也是一个打团英雄 而阿卡利妖姬这类刺客英雄则毫无市场 胜率很低 更别说杰斯小炮这种东西了 值得一提的是 很明显所有战队也都在积极寻找中路位上的其他替代品 比如左手就玩过一把威古斯 这个英雄同样具备打控制和打AOE的能力 中后期能力相当不俗 并且还有着收割残局的潜力 而菲克尔选手则是在排位中练习了很多的永恩 永恩的大招同样有着打出爆炸团控的潜力 并且永恩在中后期的伤害也是相当夸张的 但是永恩显然有着手短这个痛点 不知道T1如果要选永恩的话 将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AD位的选角 映入眼帘的就是被大家口诛笔伐的版本陷阱卡莎 我们直接说结论 卡莎绝对不是版本陷阱 排眼刀木刃跟海妖训刃才是陷阱 卡莎在世界赛有着三道出装 其中排眼刀木刃登场七把只赢了一把 海妖训刃登场十二把只赢了三把 而蓝切羊刀登场九把赢了六把 孰优孰劣一看便知 所以蓝切羊刀的卡莎在淘汰赛 仍然会有着不俗的地位 并且蓝切羊刀的卡莎也毫无疑问 是世界赛所有能登场的AD当中 最能解决奎桑提朱妹这种大前排的AD选择 除开卡莎 登场率不相上下的则是我们世界赛 毫无疑问的AD一解霞 BP率高达94% 跟中单发条一样是双C位置上的真神 那么为什么霞在本次世界赛厉害 之前的分析里就说过 本次世界赛非常强调打团 并且各个位置上的控制和AOE都是拉满的 而霞就是一个为团战而生的英雄 其恐怖的AOE能力跟大招的自保能力 都是别的ADC望尘莫及的 更别说霞还存在着搭配洛这样一个 进一步拔高上限的可能性 所以毫无疑问霞在淘汰赛 仍然会处在跟瑞士伦一样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搞明白了打团这样一个主旨 那么恶斐刘斯跟泽利的登场率 能逐渐上升并且占据一席之地就不难理解了 这两个英雄的后期伤害跟团战AOE能力 都是独一档的 除了这两个英雄之外 西威尔在瑞士伦后期也有一定的登场率 同样是因为其强大的AOE能力 而卡丽斯塔目前看来有着跌弱神坛的迹象 卡丽斯塔之所以强是因为 目前下路对线期他没有任何的天敌 去年下路强势的卢纳组合 大头辅助 寒冰辅助等等一种东西全都不见了 卡丽斯塔一旦再配上列纳塔 将会是对于对方下路的毁灭性打击 但是慢慢的 大家也开始发现卡丽斯塔并非无懈可击 卡丽斯塔目前只被放出来过六把 其中输掉了四把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输掉的四把恰好就是卡丽被拆开来了 而卡丽一起选出来的两把都赢了 所以现在大多数战队都从半卡丽斯塔 变成了半列纳塔 乃至于抢列纳塔来反打卡丽斯塔 再加上世界赛后期出现了赛纳塔姆 这样一个队线丝毫不怕卡丽斯塔的组合 卡丽斯塔在淘汰赛恐怕就要跌落神坛了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 卡列合体的情况下 仍然是无敌于一切下路组合的 防止敌方卡列合体 仍然是每个战队在红色方必须要做的事情 好的 其他低登场率的ADC 其实没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说 他们基本上都是不怎么契合世界赛的版本 都是选手自己的自信之选 但是赛纳塔姆这个东西就必须要拿出来说一下了 毫无疑问 赛纳塔姆在淘汰赛 成为那个被重点照顾的下路组合 因为赛纳塔姆比卡列更难针对 卡列是存在放卡丽斯塔 然后抢联纳塔的可能性的 但是赛纳塔姆你是不可能去单抢一个塔姆的 因为联纳塔当初非常厉害 而塔姆当初比联纳塔差了十万八千里了 真要单出塔姆也只能在四五楼出 并且哪怕你抢了塔姆 对面一想赛纳的队伍 还有着玩盲森赛纳 大虫子赛纳 乃至于赛纳走辅助位的各种选择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辅助位 其实说完其他位置 辅助位也没有太多好说的了 因为霞的强势 洛毫无疑问成为了辅助一哥 无论是拆对面霞弱 还是自己拿霞弱 洛的战略地位都是独一档的 紧跟在洛后面的就是我们的分牛并 牛头是不是分牛并 我的答案是 是的 牛头就是纯陷阱 为什么 在这样一个强调打团的版本 同时能做到主动开团和反制敌方开团的牛头 不应该是版本答案吗 曾经开赛前大部分队伍也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事实上他们发现 队伍的确需要人去开团 但是这个人绝对不应该是辅助 各位回想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称牛头为分牛并 不正是因为牛头经常暴毙吗 但是为什么有着大招 本应很肉的牛头却会这么容易暴毙呢 正是因为这个版本控制足 中路大合输出足够 导致你很多时候牛头开进去就是暴毙 不仅是牛头 瑞尔辅助和雷欧纳辅助的胜率同样很惨淡 也就卡莎泰坦和侠洛 这两个有着固定组合的应辅胜率还勉强能看 那么既然辅助不应该承担太多开团功能 那么辅助就应该把保护AD做到极致 去反制敌方的进场 事实上从胜率当中也不难看出 保护型辅助当中 列纳塔胜率接近80% 塔姆登场四场四战全胜 甚至到了后期比赛 连米利欧这种英雄都能登场了 并且还拿下了二战全胜的好成绩 所以我认为 除了洛这个集开团保护一体 本身又灵活不容易死的完美辅助之外 淘汰赛恐怕很难再有其他应辅登场 而淘汰赛的辅助风格将会更加倾向于保护 故而我很期待奶妈分女宝石 是否有登上职业比赛舞台的可能性 这次我们已经完整分析了 从瑞士轮数据当中 可以看到的世界赛大环境情况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挨个来预测一下 淘汰赛每场比赛的对局情况吧 我们就按照抽签顺序来看 首先是詹吉对阵BLG 首先要给各位泼一盆冷水的是 看完瑞士轮BLG最后两个BO3之后 我极度不看好BLG 为什么 因为BLG现在过于依赖上路兵的个人能力 非常需要他自己能打出对前优势 然后辐射全途 我们可以看到兵最后一把的鳄鱼 已经快完成加里奥了 并且正是因为BLG的机型战术 他们的BP也开始机型了 他们应该是世界赛唯一一支 需要在蓝色方自办卡丽斯塔 或者自办列纳塔的队伍 并且他们也是仅有的 会去前三手拿上单武器的队伍 上单武器前三手就出 这种事情能发生在职业比赛上 乃至于发生在世界赛的舞台上 真的是一件很令人唏嘘的事情 如果比尔记想要在世界赛上走得远 那么下路组合就必须要做出改变 但是目前来看 艾尔克近期的排位记录还是老三样 没有看到新的东西出来 艾尔克的职业生涯只玩过六把塞纳 其中两胜四负 所以塞纳并不是他不练就可以拿的东西 而欧恩虽然在排位里玩了一把塔姆 但是除此之外就再无亮眼之处了 而相比之下 兵在排位当中就有积极练习 此前职业生涯一把都没有玩过的兰博 第一把的时候还只有2-5 但是最近一把已经能在排位里 砍下14-2-10的完美表现了 同时他似乎还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在排位里连拿了三把刀妹 并且这三把刀妹无一例外都是对位兰博 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目前世界赛的兰博上路 基本上是独一档的存在 含有天敌 兵如果有一手刀妹砍兰博 或许就能在BP当中占得先机 而且勋也在最近的排位当中狂练皇子 如果他能够把自己一直被人诟病的皇子练出来 那么一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光是上演努力是没有用的 下路如果不做出改变 这样一支打法机型有着明显缺陷的队伍 必然难以再进一步 相比较于BLG 他们的对手JenG目前在世界赛上 拿下了四战全胜的完美战绩 并且提前出现了他们 底牌一张都没有泄露 并且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去练习 瑞士轮后半程那些表现亮眼的英雄 比如配子选手就有空去练卡莎 甚至还摸了两把德莱文 Delight选手也是有大把时间去练塔姆 去练列纳塔 去练巴德 而中单超比更是打上了韩服 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最高分2000分 在排位里更是把我之前提到的 可能的特殊选择 比如勇恩威古斯这类英雄练了个遍 而多兰更是纳尔武器 剑魔兰博甚至勇恩九筒等英雄全部在练 迎接BLG的就是这样一支 rank总分高达6000分的六边形战队 别人能玩的东西他们都能玩 并且底牌和队伍弱点在瑞士轮没有丝毫泄漏 反观BLG 目前BP的问题已经招然若揭 队伍问题已经日益严重 再加上Genji手握第一把的优先选兵权 我不认为BLG能在Genji手里赢下哪怕一小局 所以对于这一场BO5 我的预测是Genji将会3比0击败BLG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NRG跟微博的BO5 对于NRG这支队伍各位可能完全不熟悉 事实上NRG这支队伍能够达到失业赛八强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说实话NRG打进八强不亚于去年DRX夺冠 要知道今年4月NRG才完成重组 前身则是之前的CLG战队 并且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常规赛中 一度位列倒数第二 最后下级赛季后赛 他们是以9-9的D5顺位杀进了季后赛 然后在季后赛 他们一路杀到了常规赛无敌的C9面前 紧接着被C93比0横扫掉入败者组 但是随后他们又从败者组杀了回来 重新站在了C9面前 这一次C9在1比0领先的情况下开始浪 结果被FBI连续逮捕三把 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逆转 这也是NRG唯一进入世界赛的可能性 NRG到底是如何完成这一切的无人可知 因为他们五个人照理来说 就是五个养老的老家伙 上路是98年的 中下也是99年的 辅助伊格纳甚至是96年的上股选手 而现在他们站在了世界赛的淘汰赛舞台上 不得不令人感叹 那么NRG能走到今天靠的是谁呢 毫无疑问FBI就是那个逆天改命的人 无论是在夏季赛决赛对阵C9的比赛当中 在0比1弱后的情况下 连砍三把MVP送走C9挺进世界赛 而在瑞士轮对阵G2的时候 抓住此生仅有的机会 掏出塞纳塔姆击败G2挺进八强 FBI都无愧于NRG的对魂 并且虽然NRG五个职业选手 都已经处于其职业生涯的目期 但是老道的经验此刻也将成为他们的武器 正是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 让他们在本次世界赛 可以先于那些所谓的顶尖战队 掏出上单蓝博 下路塞纳塔姆 中单延确 中单塞拉斯这样领先的理解 那是为NRG的黑马壮举所震撼之余 我们也不得不认识到 NRG这一队伍唯一但是致命的问题 那就是他们的个人实力实在是太差了 NRG跟卫博早在瑞士轮第一轮就相遇过 当时NRG在拿到卡利斯塔的情况下 队先被打穿了 20分钟直接被平推带走 不可否认的是 NRG在瑞士轮晋级 确实存在着非常大的迁运成分 除了第一轮 他们遇到了LPL的四号种子微博之外 后面就一路绿灯 遇到的全都是欧美内战 也正是因为如此 他们才有机会去发挥自己BP上的领先理解 去战胜那些个人实力 并不比他们强太多的队伍 但是本次面对微博 他们个人实力之间的差距 已经大到了无法弥补的程度 恐怕NRG此次就难逃一劫了 总的来说 我认为微博会以3比1的战绩战胜NRG NRG目前手握优先选边权 还是有可能利用BP上的优势 给FBI选到舒服的队位英雄 继而通过下路打开局面 拿下一把蓝色方的 但是多数时候 可能就要面临三条路上的 个人实力的无情碾压了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下半区的情况 首先是京东对阵KT的BO5 KT这支队伍在短短几个月里面 可以说是从天堂到地狱 KT在夏季赛常规赛中 曾经一度无敌于LCK 基本已经到了15分钟 不打穿你算我输的程度 但是在季后赛 非得选T旺做对手 然后被连打两个3比2 硬生生被打成了三号种子 到了世界赛瑞士伦 更是倒了血霉 把LCK跟LPL的队伍挨个 检阅了一遍 最后八强赛 更是抽到了最终BOSS京东 那么KT的问题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 KT的前15分钟节奏 是冠绝群雄的 你甚至可以说 KT前15分钟 就是世界第一战队 但是往往15分钟之后 他们不是团队决策失误 导致大小龙团被翻 就是明明手握优势 却五个人 谁都不愿意承担责任 主动出击 最后被对面活活托死 造成KT这些问题的 就是KT目前的队伍核心Kaz 我这里说Kaz是KT的队伍核心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奇怪 Kaz不是以前SKT的那个ICU吗 不是说他很菜的吗 怎么现在又能说 他是队伍核心了呢 因为人是会成长的 早年Kaz是韩服第一挖掘机 是赫赫有名的天才少年 曾经一手挖掘机挖穿韩服 而挖掘机这个英雄 各位都知道 强就强在前期的节奏 这就导致Kaz前期的 干客嗅觉非常的好 经常能配合BDD抓到节奏 然后三板斧干碎对面 而在Rank里面 往往你15分钟挖穿对面 对面就点了 所以Kaz这个人 他从排位时代喜 就没有多少打后期的经验 或者说这个人 他根本就不会处理后期 当初在SKT的时候 他就极度不适应比赛节奏 连自己擅长的前15分钟都打不出来 而到了KT这个强调 个人实力的队伍之后 他已经自由很多了 起码可以把自己 前15分钟的节奏给打出来 但是一个队伍的队伍 核心往往也就是 这样一个队伍的弱点所在 京东之队伍跟巅峰SKT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的防守反击能力 都非常的强 这样一支队伍 就刚好是KT的克星 当然KT也并非就完全没有机会了 Kaz的一手破败王单刀破枪 Counter皇子的绝活 就相当值得警惕 并且KT在瑞士伦后期 也不再过于执着前期节奏 开始尝试瑞兹 泽利 厄斐留斯这类后期大合选择 人都是会改变的 但是一周的时间能改变多少 我们对此抱有疑问 而仅仅一周之后 他们就要面对京东 所以我对本场比赛的预测 是京东3比0战胜KT 比起这场比赛的胜负 我更想聊聊京东这支战队的隐患 英雄联盟从S1到S12 一共12届世界赛 没有任何一届 为赛前纸面实力最强的队伍夺冠的 S1我们暂浅不论 S2是由台湾黑马暗杀星夺冠的 S3 SKT仅为OGN的三号种子 S4赛前最强战队 则是冠军三星白的兄弟战队三星蓝 S5则是大家熟知的 LPR最黑暗的一年 当时我们买空了LCK的顶尖选手 然后EDG MSI夺冠 并且老干爹夏季赛崛起 让所有人都觉得今年稳了 甚至都开始提前选皮肤了 但是结局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紧接着S6意气分发的 Rox Tiger没能闯过SKT这一关 倒在了四强 S7剑指三连冠的SKT在鸟巢被零分 S8被我们寄予厚望的RNG 在巴金斯的舞台上 倒在了G2的手里 S9两次在BO5击败SKT 不可一世的G2在巴黎被Fanplex零分 S10拿下MSC冠军的涛博 打进四强就算成功 S11的卫冕冠军DK终究是没能卫冕成功 而S12夺冠的更是史无前例的 从入围赛杀到决赛的LCK4号种子DRX 纵观路亚路的世界赛历史 从未有任何一届冠军是赛前被普遍认为 纸面实力最强的那支队伍 当然我们并不是因此在唱衰京东 而是说我们要从规律背后寻找原因 那么为什么往往那些纸面实力最强的队伍 却会在世界赛折戟呢 我个人认为 所谓世界赛赛前纸面实力最强的队伍 往往就是那些在世界赛前赢下了 大多数国内赛事和国际赛事的队伍 他们往往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打法和游戏理解 并且正是因为这套打法跟游戏理解 带给了他们无数的胜利 他们就会进而迷信自己的这套打法 而世界赛是一个长达一个月的赛事 并且距离夏季赛决赛隔了好几个版本 这就导致往往世界赛环境会巨变 并且在漫长的世界赛进程当中 队伍的游戏理解是会不断进化的 不断出现新的英雄选择跟解法 而那支所谓的最强队伍 往往是最抗拒改变的队伍 因为他们曾经靠着自己原先那套打法赢下了所有 那么京东这支队伍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很不幸的是根据有的观察是有的 京东之所以赢下MSI跟春夏冠军 靠的是怎样的一套打法呢 首先京东队伍核心毫无疑问是中野 绝大多数比赛当中上下两路都是以稳为主的 然后靠着中野节奏去打开局面 最后由Ruler接管比赛 而上路的369往往是以扛压为主的 整个夏季赛 369登场率最高的英雄就是奥恩 其次是奎桑体 排第三的鳄鱼仅仅只拿了四把 而到了世界赛 正如之前环境分析时所说的 上路现在最强调的就是一剑套的时候 扛起队伍的团战 当时夏季赛的时候 中路左手玩的都是阿里安妮这种 非常容易带起节奏的英雄 但是在世界赛上 众所周知中路都是发条沙皇这类的英雄 只有非常需要上路去玩蓝薄鳄鱼这种东西 而369目前看起来 武器蓝薄应该是指望不上了 鳄鱼这个英雄虽然他以前玩的很多 但是今年选鳄鱼的效果都并不是很好 目前来看 之前说的那些上单英雄里面 只有剑魔他是能拿得出手的 并且在实际比赛当中 也的确打出了相当不错的效果 但是仅仅一个剑魔显然是不够的 并且剑魔的天敌也非常的多 打其他几个上路热门英雄也都是劣势 一旦369上路支论不起来 中路被版本锁住了前期进攻的能力 那么进攻的压力就全都落到了卡纳维的肩上 一旦卡纳维都没能找到节奏 那么就只能相信Ruler了 当然目前来看 京东闯过KT这一关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想要更进一步 369这位选手就必须要超越自己 否则京东恐怕就会不曾经那些最强战队的后尘 最后则是LNG对阵T旺 不得不说T旺之队伍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觉得他不行了 他又会突然回光返照 魏什伦看下来 毫无疑问T旺目前就是世界赛上战术储备最为深厚的队伍 别人能玩的他们都能玩 而他们还能玩什么你不知道 之前提到的上路英雄宙斯全部都能玩 一手蓝箔烧穿了C9的武器 导致后面BLG甚至需要连续两局在前三班 搬掉蓝箔去给兵玩武器的空间 打野位上的Owner在上个BO3也是皇子大臣 中单Faker的英雄池字不必多说 下路更是连续掏出了韩冰列纳塔 塞纳塔姆 金克斯塔姆 辅助巴德等各种东西 相比较而言 LNG的战术储备目前看起来就有明显的漏洞了 上路的姿卡基本上正手武器反手鳄鱼 蓝箔的话他应该也是能玩的 毕竟之前京东打了LNG的时候是扮了蓝箔的 他们应该知道姿卡是能玩蓝箔的 但是除此之外就再无后手了 乃至于一度选过青钢影这种完全逆版本的上路选择 而打野位的Tarzan则是一直被诟病的对象 当年的天才打野如今确实状态不在 打野位上的关键角色皇子一直都玩不好 Scout则是英雄池最为深厚的那一个 整个瑞士轮分别掏出了五个不同的中单英雄 但是大小飞的对决当中 他到底能占到多少便宜 目前来看并不好说 就之前直播复盘的那几把LNG的比赛当中 Scout也是一度打出过战犯操作的 而Gala则是LNG唯一一个 或许能够逆天改命的关键角色 先不论行的状态怎么样 Gala目前来说虽然塞纳体系不好出 但是其他常规选角的表现都可圈可点 而最近更是在排位里面狂弯女警 说明女警体系将会是LNG至关重要的一环 LNG如果全队资源向下路倾斜 Gala未尝不能突破重围 我对于本场BO5的胜负预测 是T13比1战胜LNG 觉得LNG能赢一把的原因是在于 LNG目前手握优先选边权 在BO5中T1在红色方进行一些过分的BP 来试探LNG是完全有可能的 届时Gala完全有可能抓住机会 以女警或者卡莎拿下一小局的胜利 喜欢朋友欢迎点赞关注一键三联 后续将会继续预测半决赛和决赛的胜负 RSM LNG